厚包 大家好 我是史達駣 今天想要介紹的是一些果醬 抹醬 或者是奶油跟麵包搭配 首先我們要先做的事情是 我們先把麵包這一部分先處理起來 那我們佳樂福 其實烘焙這邊麵包的開發 其實是很用心的 你可以看到 這個我已經先切開了 它的麵包中間的空洞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這根本就是 可以是拿來當作得獎等級的 這種歐包 每一間加勒芙都可以做到有這麼好的水準 夾完棍子之後 其實加勒芙還有做義大利的拖鞋麵包 Sakata 那我們在吃這個麵包之前 一定要先烤 最好的方式是烤完再切 為什麼外面焦脆 裡面的保鞋性還是很夠 像現在這個麵包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把這個麵包把它拿出來 我們的主角 好 OK 我們現在把抹醬把它做起來 在吃這個配麵包奶油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比較選用的是有鹽奶油 像這一支和法松的奶油 它加的是鹽之花 對啊 就是最好的鹽搭配最好的奶油 家福有一個新的產品是這種 就是稍微沒有那麼甜的果醬 然後這種沒有那麼甜的果醬 其實在搭配葡萄酒的時候 狀態是比較容易搭得起來 就讓我覺得這個橘子果醬特別好吃 我們來切麵包吧 切一點點 多斜 放一點點 那個 梨桃 這樣我們可能第一盤這邊就做完了 那我們來做第二盤 第二盤我們切棍子好了 聽這個切的聲音就知道它這個麵包的狀態很好 好 鮮的部分除了我們剛剛用的這個奶油之外 我們這一次選的是這個甜椒茄子醬 這支商品真的是很少見的 它是家樂福黑牌的 就是自由品牌裡面等級最好的 然後這個甜椒茄子醬它吃起來就是有很棒的這個甜味 甜的部分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是新商品 這個最好吃的開心果膜醬 味道非常棒 質地很好 就跟融化奶油一樣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這一次就是 這種麵包的甜鹹搭配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在酒的部分要怎麼搭呢 我們這邊在鹹的部分呢 當然奶油就是跟葡萄酒 我們選的是一支紅酒 然後它如果跟這個茄子醬或者是 這種鹹的海鹽奶油 鹽漬化奶油味道就會很搭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橘子果醬跟這個開心果果醬怎麼辦 我們搭配的是這支西南的這支甜白酒 它跟橘子果醬一定很搭 所以如果你在麵包膜加上有做鹹的有做甜的 你就可以同時搭一支紅酒跟一支甜酒 這樣的搭配是非常不錯的